988新闻线 晚上7点31分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冠贤 最近不是我们一直在说 这个假新闻的事件吗 越来越多假新闻 可是大家还是不知道 怎么去分辨 那直到今天 我觉得是最近几天 在网上还有这个FBI那边 就是有人在流传 有一个自称是拿渡的网民 他就说有一个槟城 有一个女生是被轮件致死的 很可怕 就是说这个18岁的华裔女生 被六名男子轮奸 然后严重智商 我们是很轻描淡写的说 严重智商 但是他写的是很可怕 血淋淋这样子 然后之后呢 对很入骨 之后就是去到医院那边 抢救不到 结果就不致离世了 而且这个WhatsApp 也是WhatsApp跟脸书那边 一直在流传 这样的一个讯息 就希望大家 就是呼吁大家去捐钱 然后还有一个银行户头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 有人去捐钱 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是假的 是因为我们看到 滨州总警长蔡宜来 他就有证实说 这个是假消息来的 他说这个是只需乌有 希望公众们呢 千万不要转发 这样的一个消息 是的 有时候收到的时候 可能先去证实一下 看各大的那种主流媒体 有没有在报道 是不是真的 当然有的人是 抱着一个心态是说 先转发这样子的话 可能先帮助到别人 但是如果是假的话 护遗症也是会很多的 大马的人权问题没有改善 报告就说 必须要关注强迫失踪案件 美国承认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的首都 大马就说 请重新考虑 选烂俄州苏丹 为在意谨慎发言论动怒了 他就叫在意 再无理的话 就离开回去吉兰丹 纳吉就说 反对党煽动华裔和印裔 巫统争取中间选民 这个巫统大会 就是很明显 一直瞄着下一届的全国大选 虽然不知道会落在什么时候 真的就是快到了 那2017年的巫统大会呢 今天就是掀开了序幕 巫统主席纳吉就说 巫统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政党 也不是一个反对华社的政党 否则呢 巫统也不会从数十年前 就已经开始 获得各族人民的接受 去主导由各种族组成的成员党 那吉就认为说 是华裔和部分的印裔呢 跌入了反对党的谎言陷阱当中 成为受害者 而被这个反对党牵着鼻子走的 那他有说到巫统一直以来 都是欢庆国家的多元文化 也相信各族是能够和平相处 是彼此也依赖的 那他也举了几个例子说明 反对党在上一届大选 玩弄各种假消息 来破坏国阵 还有就是政府的形象 比如说 当时就有说国阵从孟加拉进口四万名的幽灵选民 还有这个不退骰的墨汁 容易脱落的等等的一些假新闻 那吉就在演讲的时候也说到 有众多党员还有巫统支持者的精神 巫统还是会继续治理马来西亚的 不只是接下来的三十年 还要执政多一千年 那吉还宣布选战的战火已经点燃了 除非巫统在来届大选中大胜 否则战火是不会熄灭的 他还有表示 现在的选民被分成三类 第一类就是你投巫统的选民 第二类就是投反对党的选民 而第三类就是非常关键的中间选民了 所以这一次呢 国阵就是需要贴近 还有说服这些中间选民的 看起来不只是国阵应该反对党 也很想听进这些中间选民 那吉就有警告 如果国家政权落入反对党的手中 各种噩梦和霉运都会降临在大家身上 包括了马来人的尊严会被践踏 公务员人数会缩减 伊斯兰会被污辱 土著机构会被边缘化等等 就连马来统治者的崇高地位 也可能会受到质疑的 那其实另外呢 他话锋就开始在说反对党讲讲讲 这个是很笼统的嘛 那他开始有针对个别的人去点名了 首先那吉就点名讽刺 滨州首长林冠英 他就说啊 林冠英是出尔反尔的 明明是他自己向联邦政府要求 要提升槟城的国际机场 还在水灾的时候 半夜打电话给副首相阿莫扎西去求救 但是却在国会下院的时候 反对这个联邦政府 在2018年的财政预算案 提供槟城所需要的援助 就包括说水灾 还有这个国际机场方面的援助 更故意的去扭曲谈话 说政府呢没有公平对待 槟城还企图 就是他觉得这个林冠英 是企图在欺骗人民的 那那吉他话锋一转 继续的以不点名的方式 来调侃马哈迪 就是前首相敦马哈迪 就说马哈迪身陷在殖民思维当中 甚至还出言侮辱布基斯人 还说那是非常低级的思维 那那吉就有说到 敦马是所有大盗收费战之父 就给敦马冠上一个名称 而且呢就说所有的斗争 都只是为了敦马自己的家族和儿子 而不是为了马来人 那说了林冠英 说了敦马 当然是时候要说说安华了 那吉在武统大会上就说 还有另外一位 他是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去探望他的 就只是去探望去莫拉瓦 这样子所以就带同夫人一起去 那这个时候呢 全场的这个务统党员就哄堂大笑了 就是马上get到是谁了 他就去探望这个安华的时候 他说我探望他是非常有诚意的 但是却被安华作诗来调侃 这个诗就是班顿了 那这个安华写的这个马来班顿呢 就是这样子 我们请这个马来文非常好的人 有吗 都爱把地安华沙 也说将来来有来远 也许我们安华沙 也说比利汉来也 拉瓦特特拉瓦 我知道拉瓦特特拉瓦 其他的不是太听懂 我们先来翻译一下 华语简单来说呢 就是稻米成熟就收割 不要等到明天让他去枯萎 接待探访坦荡荡 大选坚决来对抗 其实重点是后面这两个 他说这个就是纳吉来探访的时候 他是坦荡荡的 但是去到这个大选的时候 拉瓦特特拉瓦 坚持要对战 那作为回应 其实纳吉也是做了一个马来班顿 来 我来念一念 好 我又来翻译 一群鸽子就是一起这样子飞 但是却有一只 拉瓦特特拉瓦 我们欢迎这个斗争到底 就是这个拉瓦得到拉瓦 他们很欢迎大选的时候 就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应战吧 白话一点就是 是男子汉我们就出来掏仔 应该是这样子吧 那吉尼有说到 人民在来界的大选呢 只有两条路的选择 一个就是进步和纪录良好的 巫统和国阵领袖 另外一条路呢 就是由行动党控制 没有目标回到过去 彭当主义和独裁的老路 他还说到这个老路呢 是由一个 有如穆家贝的老人领导 穆家贝呢 说的就是最近 非常华丽下台的那一个 金巴不为的这个前总统 因为他是贪污嘛 那这几天 就是他就形容 这个老人就像是穆家贝咯 不过这几天的这个巫统大会 还有一个焦点 那就是大会上贴出了 嘲讽希望联盟领袖的漫画 土著团结党主席 孟友丁就形容 这是为了要恐吓巫统的代表 因为呢巫统已经有部分代表 开始不支持巫统 而且是有意要转向 支持希望联盟的 那虽然我国著名的 政治漫画家祖 那就认为说 从艺术自由的角度来说呢 巫统代表大会上 有权力去展示这些 有关希望联盟的政治漫画 但是不应该要玩弄 种族和宗教的课题啦 那行动党组织秘书陆兆福 更批评巫统 就是需要这么做来 就显示说巫统其实已经走到末路 才需要开一个这个漫画展 来讽刺希望联盟 好了我觉得我们一连串说了 这一大堆的资讯 相信大家也是需要时间消化一下的 所以我们先暂时打住 进来这个现在vote 是的 今天现在vote呢 我们看到昨天有传出一个消息 就是说 我们著名的双位组合 就是羽球的男双 那两个颜值高的双位嘛 然后那他们是拆伙了 然后又再合伙了 那你认为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呢 如果你选择love的话呢 就说太好了 希望他们可以继续为国争光 如果你选择这个angry的emoticon呢 就是说当初讲表现不好才拆伙的嘛 那现在合了表现就会好吗 就是一个就是angry face啦 如果你选择哈哈的emoticon的话呢 就认为说正常啦 合则句不合则三 所以把你的想法呢 去到这个988的官方FB那边 告诉我们点选你想要的这个emoticon 不合则三 畅该三 请在这里 我不合则四 嗦 这是 是不是